明星期视频道 拿摆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莫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莫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佛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教官康宗 各位居士 阿弥陀佛 好 请放长 上次我们是谈到这个五十六教 讲表第八页 第八页 那第八页是这样 我们稍微看第七页 第七页 最后一行 第七页 为什么有五十八教的缘由 就是因为众生根继有利顿的差别 善根的厚薄之故 所以才有五十八教 华阴时 阿安时 方等时 波罗时 到佛华内藩师这样 因为佛陀他出示的本法 当然希望大家能够讲出一佛圣的思想 成佛的法文 就是能够成就佛的智慧之故 但是不是每一个众生 他的根基都想要耗耀一佛圣的知见 那这里面就是说 这佛陀就是不得不 失色拳脚方便的法门 就这样 是这个意思 就因才失教 简单讲是这样 那我们看第八页这边 上次我们是把这个 从华阴时 讲到这个波罗时 这个佛陀是这样 我们他一般来讲 祖师大德是跟他讲的三个字 种子的种 然后再熟悉的熟 熟悉 成熟一下 熟 最后是托 托就是卸托的意思 这种子怎么讲呢 让他种下大圣善根的种子 然后呢 慢慢地藉由收法的调熟 佛法的熟悉 慢慢把这个善根呢 调一下 让他调熟 然后调熟的时候呢 就在那个 因言时机到的时候呢 就是要讲 成佛的法门的实际到了 就卸托 就在法佛会上的时候 佛陀就说 一切法门 都是成佛的字 是这样来的 所以我们刚刚学到这个 像佛安寺的时候 佛陀会是大圣根基的行者 像那菩萨们 说是那至正的法门 就是说 正的一心 一心三观 既有什么 即功即甲即忠的那个含义 是这样 就是佛罗智慧 就是佛罗智慧 那就是那是呢 但是呢 它是虽然呢 二圣的行者乃至房屋中生 虽然呢 你没办法 就像那个 它里面讲到说 有耳啊 没办法听出严度的教理 眼睛没办法看到这种 抱我生佛罗的境界 但是毕竟它种了 大圣三根的种子 虽然佛罗智慧你听不懂 但是你记彼你种下了三根 我们说一路而根 勇为道种 是这样 就种子 经过呢 这时候佛陀就不得不 就是 事件 用这个小圣的教法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 房屋众生 二圣的圣人 敬师破众 就先想讲阿汉经 让他的体会体会到呢 无常故苦 苦即勿我 就慢慢 就有那个 就像《八达连经》所说的 事件无常 第五结合 事件有国土为粹 是那苦功 无因我 那个汉义 慢慢了解到 正把我的身心 依把我的境界 都是无常 这延生延昧的 从这个无常的理里面呢 朱瓦因延昧 朱瓦因延昧 慢慢认知他 由无常体会到苦 因为 刚开始是健康的身体 慢慢的随着夜里应远 得到这个 总统疾病 就是苦了 无常故苦 你觉得无常体会到 无我 一年生一年妹 慢慢了解 没有真实性 无我的音乐 然后又从一年生一年妹 体会到 空 是这样 所以这个阿安史是讲到 无常苦空 无我境界 那这个调 就是要把这个粗重环绕 调谷 调谷了 是这样粗重环绕 就像那个除混一样 这个除混就是在包进那个穷者的比喻 除乎那个意思 那接着呢 这个把粗重环绕调后 现在叫做方等时 方等时 方等时是这样 佛罗这个 因为这时候你 你比较没有那种见识 佛罗就是这样 对这个小圣法的藏教 半字就是这样 他说什么 通北岩 他的圆满的这个法门 就是这种大圣法门 让他能够呢 目的这样 让他能够 此小目大 就是要能够 唯小向大的意思 不要认为 就是不要呢 得少为主 就是认为这个小圣法已经满就可以了 波陀界 大圣法的功德不可思议 所以里面呢 在方等时里面呢 尤其在维摩绝经 你看他讲到 谈偏自小 叹大包严 那个小圣法就是不圆满 他的不圆满 他的说正的谈偏自 你正的那个小圣法 是一种偏真的一盘 是空心而已 这个那种 菩萨那个摩罗俊念的 那种舒适的境界 你跟没办法还是没办法攀得到 我是这样 摊偏自小的意思 他看到这大圣佛法的圆满 是这样 那这里面就是 就由方等时 让他练练的 就这个佛法的训续 慢慢的 肥小向大 吃小木大 也是这个意思 然后渐渐呢 再这样 就佛洛斯 佛洛斯呢 这佛陀呢 因为进步 为他们也是 藉由这个 通教的含义 别教的含义 通教含义就是什么 颜色无性 当底极空 以前在阿韩识是什么 媚色极空 现在是 色极是空 不要 他颜色的时候 就当底极空了 不要等到颜媚才知道空 波洛斯这个含义 通教 是通教在这个意思 别教呢 就是这样 虽然一切瓦 是虚妄的 原生无性 当底极空 就像蒙蓉炮一样 不可得的境界 但是呢 我们这内心 能够显现什么 十法界的南极延期 所谓一念米 生死好人 就是六法界 一念乌 轮到顿行 四胜法界 就这内心的这个样 但是呢 那里面讲到 波洛斯还讲到 炎教的理 意思是说 这里他虽然是 神仙来说 这内心啊 就不 就虽然 十法界的南极人 其实不离开 这内心 本有清静心 是这样 他是因为他里面讲 波洛斯比较用算 遮前的角度 诠释 用什么 不尊不昧 非有非空 不生亦不灭 不长亦不断 不来亦不去 不来亦不去 那种理 非正常来诠释 那个炎教的理是这样 说明那个一切法 必进空 这必进空里面要了解到 这一切必进空 只有通俱奥移 你见到什么 空讯 这空讯里面还见到什么 不空的境界 不空的境界里面 就是看到什么 十法界的南极延期 真空加油 当然同学看到什么 真空妙有的 诸好实际上 那炎教的理是这样 这个里面是这样 上次我们讲到 就讲到这边 波洛斯讲到这边 就是说 这就是要讲一个典故 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参中有公案 他讲到波洛斯 就一位参师 他也研读这个《妙法另外经》 他读送到这个第二品的是 翻面品 他读到什么 《诸好从不来》 《长治即灭相》 对不对 他你看出来 他这时候 这什么意思呢 说一切本来就是不生灭的 那为什么有这个 什么司法界南极延期呢 就看到种种的相貌 你看到眼前的 因缘守生法 这些书帝离 整个这边境界 这时候他不断的 思维法义 不断的 也是不断的羞耻 他也是在参透这个 诸好从本来 常治即灭相 就有一天他了解到 原来是怎样 他用一个祭颂来表达他的含义 他说 诸好从本来 常治即灭相 春治百花开 欢迎提流上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诸好从本来 一切法 就施法界 一切法 从本来这样 本来是不孙灭的 这什么意思呢 一切法本来是必尽空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这个在我们前面讲到 这个宗观伟有一句话说 未曾有一法 不从因缘生 事故一切法 不不许空者 就是那种堪义 就一切法 始法界 都是既由因缘 而成就出来的 所生出来的 所以因缘当然是必尽空 但是呢 它里面还讲到 这个空 这个里面 它这个必尽空 它就出发 这里面是 包含的 我空 其实它含有 我空法空空空空的含义 我空法空是什么 不住有非有 空空不出空非空是这样 那这个有 就有这个我空法空非有 空空不出空 我们见到什么 中道地利 那见到中道地利 这两个含义 你见到什么 真空家的境界 一个是 真空妙的境界 真空家是什么 北教的含义 你看到 从空虚叫 司法界南京天起 真空妙也 你看到什么 虽然看到 司法界 你看到什么 都看到正如的境界 看到正如的 就是这个意思 真空妙的境界是这样 所以这位禅师 他看到 诸法从本来 长治极片像 他说村序百花开 环令提流上 一般 如果说是他北教的行者 看到什么 确实 司法界的南京天起 如果他是严教的行者 看到什么 一切都什么 真如的境界 春天就是真如 村序百花开 花开 这个计划怎么讲呢 这也是一般修波浪法门的人 那个行者都这样 他说 早上起来 打开窗户 窗外黄花 无灰波浪 然后 庭延的庭前翠竹 莫非真如 这个清脆的竹子 然后轰来疏直 轰来疏直 而竹不留生 就是那个意思 就是看到正如的境界 就是看到的都是真如 是这样 所以一个真空妙有境界 是严教的行者 你看到真空加油是什么 悲教的行者是这样 是环音提流上 确实 这环音 你看到你听到说 那是加油 就是悲教的行者 如果看到什么 不论那些 从他的提教生 都是真如的境界 是这样 因为你会怎么 具有非有非空的智慧 这故事是这样 好 他就讲 波罗斯讲过 这时候 这时候呢 就是说我们 佛陀也失色 就 就 叫你 叫你叫 花音时 这样 就是种下 大圣三个种子 慢慢就有 安时 翻等时 波罗斯的调熟 这时候佛陀 知道实际成熟了 就是这样 在法会上 这样 开浅前十 就这样 拳法就是 什么叫开拳 就是开除 这开除以后 不要执着夜室 不要执着拳法 这个 阿涵史的建出 方等时的建宗 乃至波罗斯的建后 都是什么 都是一种方便法门 都是什么 成佛的法门 这个在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看 我们看一下 都是成佛罗法门 你看一下 我们看第九页这边 法法 这一共有四行一起练一下 先练法法 这四行一起练 法法 开三藏通北之拳 唯显炎教之时 生命如来 社教之时中 聚发如来 本集之广言 约化以民飞监归盾 以民飞盾归监 因为从这个 种下 这个大圣三根后 借了 由阿安石的 方等时 波罗斯这个佛法的训续 佛罗说法四九年 这样 经过在 保费上的时候 这些 不论二圣的圣人 乃是房屋众生 这慢慢调所后 说什么 开三藏通北 就是说 这时候呢 开除 就是开除除以执着 对 藏教通教别教的全法 就是说把这个 藏通北上都是什么 危险要 不要执着 这个圈法的 都是死法 怎么讲呢 就是说在法会上 佛陀受任何法门 都是什么 成佛陀之良 乃至呢 五届十善 人天式的五届善 就是成佛陀之良 以后我们学到 像你看 在这个 四禅婆罗一门 它是什么 朋友讲到 你看新秀 三规五戒 这个三规五戒都是什么 成佛陀之良 是戒死的 那危险呢 就是不要执着这个 因为遣返就是死法 就是这样 就是任何法门都是什么 成佛陀法门 比如说在法经 第五屏 药朝义屏 最后一个祭宋 它里面讲 诸圣众 皆非昧露 奴等守行 是菩萨道 渐渐修行 西当称佛 诸圣众就是二圣的圣人 你说的是 你修了什么 圣面是地 无常苦空无我的法门 也是不简单 这确实 就是他也修圣 圣面是地 观神不敬 观寿死 观心无常 光火无我 从这个无常苦空 正如大神 偏真内盘 但是佛陀在佛陀上 你修了法门是菩萨道 什么意思 能够成就大圣菩萨 就是哈喵 但是你知道 佛陀在讲 开始用 你正的那个境界 是我空的境界 是偏真的境界 不是真实的大玻璃環境界 是这样 但是佛陀 但是如等所行 你修了这无常苦空无我 当然都是成佛陀之阳 就是菩萨道 就是在念菩萨 自觉觉它 有一种能够让你 不但能够自觉 能够觉悟他人的意识 意思说 他的一种都是修得 能够开显信德意识 开显信德 那个修得什么修得 今天你拜佛念佛 总总的六路患都是什么 成佛陀之阳 就是你修五戒十三也是一样 现在这广法是用 二圣 圣人他的修无常苦空无我 来说明 你看佛陀的最后一句话说 静静修行 惜当成佛 终究会成就无常不敌的 你看 修无常苦空无我怎么会成佛陀 就是因为佛陀在法会上 认为上一切法都是佛法 一切法都是成佛陀之良 所以说五戒十三也是能够成佛陀之良 像你看最明显在静虎中法门 这个林词大师说 脱笔名号 嫌我自心 既有受识正义名号 他这种修德 能够嫌我自心 能开嫌我般若的情心 把这个信德 由自心又信德 把这个正乳自心就是我们人人本去 各个不如的自心与同 既有名号的受识 脱笔名号 嫌我自心 就把这个信德的无量功德 无量官民 无量寿命的正乳自心 形容出来是这样 所以这时候你看 这个任何法门都是成佛的之良 就是佛陀在这个里面 所以危险淫教之使就是这个意思 大家这个 就任何都是 都是什么 成佛的之良 淫教之使就是说 你什么 虽然是藏通北 这时候一切法都是 都是什么 使法 是这样 开泉实就是这个意思 开泉 就是开泉 危险 虽然讲那么 开是第一个字开 对不对 后面的犬开泉 显实 就是这个意思 淫法就是使法的意思 在这里 那法经就在法会上就是说明 淫法就是使法 就是一切法都是什么 神佛罗之良 都是佛罗智慧 是这样 目的让我们悟到佛的智慧 看我们是这样 那接着呢 要讲到 这里面呢 也在说明一下 法会上 你看第二行 生命如来 色教之使中 要深深的 要切切明白佛陀 色教 四色教法 四色这些 藏通北本 这是淫教 就是藏通北本 他什么使中 使什么 就是为始始权 终来 开浅显实的意思 为始始权 因为佛陀 都是为 那今天 他在讲说佛法 他要教化众生 就是什么 目的让 希望大家能够 污入这个死 就是佛的自肺 就开始污入佛的知见 佛的自肺 但是呢 众生这样讲 当然前面那一段话就是 因为众生跟既有利盾 善更有厚薄不同之故 所以佛陀不得不 那个因才施教 就是为始始权 就是因才施教 那最后呢 众生目的 开浅显实 开浅显实 开浅显实就是 收到目的下 让你了解到 全魂就是死法 为什么呢 这时候佛陀 他认为众生都有佛性的意思 你要认为众生都有佛性的意思 一体修用 用什么 就是佛陀瓦汗就用 持近念佛就是用 就是用 因为这个用 开浅 这个用就是修德 开浅的信德 就是这样 就是在施浅价实中 那其实就是这个 那就是这个意思 一个是未饮食事业 一个是开浅饮食 那聚发如来 这个第二聚发 聚就是详细的 详细的 把这个佛陀的本法语 显入如来 本基之官员 本是什么 根本 根本是 就是 最初成佛的境界 就是法生的意思 根本法 根本 基内 四基 就是佛陀 四线的基 就是佛陀千百亿 化生的四基 比如说 三千多年前 在印度 成佛的释迦摩侯就是基 他四线的 八相成道 从多帅天降 来入胎 住胎 脱胎这些 来出家 出家 成道 中后轮 入内反正正 八相成道 都是基 目的 目的呢 渡化终身之故 目的 渡化终身 这本基 这本就是 但是要了解到 在 会怎么知道这些事情 在法会上 佛陀在讲到这个 从地涌出品后 从地涌出品 再加上 如来收尾品的时候 佛陀教授 我早就无量节来 成等节 就成佛了 三千多年前 在印度 成佛那是 硬化生佛 硬化生 目的呢 让你了解 基目的要怎样 就是说这个基 大家想一想看 你到海滩 海滩 海上 那有沙滩 对不对 一个脚部 一个脚印 那就是基 脚部 那目的要怎样 那你从脚 这个基的见到什么 这个脚印 那个脚 见到这个本 这个基 譬如说好了 为什么要讲基呢 就 开基显本 或者开基 等下我们会提到 本基之管你会 基分不定 就像你 虽然你念的 比如说你观想 今天我讲 从禁度我们来讲 这个基呢 就像你 我见到 我看到佛的硬化生佛 看到佛的佛像 硬化生佛 释迦摩尼佛 其实呢 我在观的时候 我在拜的时候 我在拜的时候 我拜的时候也是硬化生佛 其实拜到什么 法生佛 为什么呢 在博弈大师 在陈卫师的关心法道 关心法道 陈卓家 虽然是硬化生佛是基 四基的基 但是他就是 所以他讲过一个批语 法生是本 对不对 本是呢 屎性 水有屎性 对不对 爆生法生 就是水 硬化生法 就是波浪的波 所以在摸到波的时候 有摸到屎性 就摸到屎性 所以在观这个硬化生佛的时候 就等于摸到波了 摸到波也摸到屎 就是摸到法生佛 所以意思说你从基能够见到本的意思 就是这样 虽然我念的是什么 硬化生佛 其实我念的是奥弥陀佛一样 虽然是基 其实摸到法生佛的意思一样 就是我观想 乃至我痴迷念 我吃的是硬化生佛的名号 其实都可以吃到法生佛的名号一样 是这样 这个意思在这里 基 木利亚从基 见到本的意思在这里 是佛的意思 也是这个意思 本基的观点什么意思呢 这广 因为佛陀成年纪然 在大通智圣佛的时候 他是一位 就释迦布六 他印第是一位 在大通智圣佛 他是被菩萨沙弥 有16沙弥 那时候在广泛的讲说法经的 是这样 因为广是 广是 广是十万世界 空间来讲 远是约 是什么 远是无量解来讲 是这样 远是约时间来讲 广是约空间 他在十万世界 无量解以来 远是无量解 大通智圣佛 他能够广说的这个 广会来讲说法经 那称年纪也是这样 称年纪在这里 所以这里法经在说明了 如来的本基的观点 就是让你从基 建到本是这样 公不当卷 是这样 也是目的 这个 因为开基先本 就类似那种 开前行时的含义 就是这样 就大概这个表演讲 那接着来 法语 法语是 依教化的仪式 因为法语 它是一种 教化中生的仪式 会建归顿 这个建文是 安石 凡人石 波罗石的教理 法语是什么 顿 法法叫法法都顿 因为法语是一种 它顿怎么讲 因为一切法都是佛法 都是成佛的 炎顿法门 任何事都成 炎顿法门就顿 但是意味是什么 非顿、非建 什么意思 因为要区别什么 华炎石 华炎石也是炎顿法门 但是呢 因为法语是 法语是佛法门 是佛陀顿时而说 他曾在普里斯亚 普里斯亚 成就 无上普里斯亚 马上为这些 大圣庚基的菩萨 说他自证的法门 是这样 顿时而说 但是呢 法语是 他不是顿时而说 他是经过 四十几年才说出来的 四十几年才说是 法语是这样 不是顿时而说的 是这样 没有直接选手 他是经过这么一段时间 才说是 法华 法华经的是这样 非建 建的 他不是 这建是循序渐进的 循序渐进的 但是佛陀在 法语上是 正直神幻变 但说无双 但说无双的 马上直说 就是开花妹们 开花妹们 是真实像 马上说 成佛罗法门 没有 说不是建 他不是先讲 先讲阿安史 然后再讲方德史 再讲阿安 先讲阿安 苦衷 再讲方德的教理 再讲波罗的教理 再讲没有 直说大成法门 大成 那一佛圣的法门 就是成佛罗门 就是非建是这个意思 他不是建是的 是这个意思在这里 请大家看一下 看到那个上述附表 附表第四页 附表第四页 看一下 这边就把佛罗词讲过 大家一个印象 就是大家看一下 就是倒数 附表第四页 附表第四页 就是中间 第七行 这三行一起练一下 说波罗后 以七年间 佛见众生根基 已经神手 未开箭箭实 说法经七见 存檀 圆满法门 开示一圣 因果 说法法后 三个业一活 将临内藩的前一周业 未收使群击 说内藩经二卷 从事常驻佛性 大家了解一下 修宗 佛陀 十经也是这样 根基什么 就是 成佛的根基 已经成熟了 这个实基很重要 实基啊 这个死就是说 佛陀也是印基说法 印实基 这个死很像是这样 因为成佛的实基 成熟了 是这样 那时候开前已实 全法就是实法 这个开就是开除 就是不要执着 而且还有什么 开阔意思 开广意思 就是慢慢的 渐渐的熟悉 这个开除有一种 既有阿罕 方等波罗斯 这种调虎 调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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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佛之吉谈 由前谈赐同位 至此 既成熟 存熟 犹如长子 勘臣家业 太子 当少王位 乃临桑 背上直下 开释佛之之见 二胜至此 各门受祭作佛 故之法法为开前前时 慰前归时之旧今一圣教 去此则前世之前摄 敬畏实意 该前世时 虽然一名言教 但是 今说前三教之权力 是对待之法 非法法时之存言 一时之教 即慰三圣之权 归一圣之时 所谓正直舍万辩 但说无相道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大家再看一下就好了 这里我就 因为他整面呢 不是人家前面 谈贺 就谈是什么 谈偏至小 目的让这个二圣的圣人 就是皇屋众生 能够此小慕大 在这个接着他所 不要得少为主 你这个小圣的狗位 虽然不错 不简单 但是呢 毕竟不严瞒 对不对 因为你这个 他的智力没有利他 没有发福利心 没有大悲心之故 是这样 所以他 在果报不圆满是这样 他是这样 那借由这个 金流的 方等 借由方等 谈偏至小 在波罗斯的 波罗斯里面呢 里面有 里面讲到 就是隆通 转教 这个隆通 转到隆通 就借由这个大圣法 把他的秦子 慢慢去掉 而且呢 转教的意思呢 这个转教就是 佛陀是 让这些二圣的圣人 去讲说什么 波罗法门 为大圣那些 初学的菩萨 讲出大圣法门 比如说摩波罗斯的经典 西弗林者就讲的 讲这个波罗的经典 你看大圣的经典 藉由教学相当事故 慢慢的 让他这个 那个秦子 那个法子慢慢脱落掉 是这样 现在能够 藉由这个转教 讲 因为他转教也是 也是有佛陀 佛力加持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然后 是这个意思 波罗斯这样 那渐渐的能够 然后到 慢慢的 这个 波罗斯的 慢慢调手后 波罗斯到实际成熟了 就在法会上 所以 切实 这个穷 张子就是穷子 穷子 因为大乎张子 他的无量的财宝 就是这样 但是呢 这个穷子 这个张子就是这样 张子看成家业 成家业 这个家业就是 就是 无量的波罗法门 家业就是波罗法门 切实就是波罗法门 太子 那时候 就是那个意思 因为佛陀在目的 是大家能够 能够继承家业 承登佛罗家业 那无量官民 无量说明的波罗自费 是这样 那佛罗就在法会上 就为这些 二生人生人 那个 受祭作佛 是这样 那这里就好 讲到这边大概就可以了 然后接着我们看 回到讲表 好吧 对不起 再看 再继续看 看这个第五页这边 第四页这边 盛民如爱 社交之中 激发如爱 本期之官员 这两个一起念一下 若云 几场 为泡之时 秋林为中 为此盛民 原 指大洞至盛佛时 父讲结缘 下一盛原种 为泡之时 金陵山 所以 祭北为中 是为盛民 广 鸡片十万 原 十金陈典 这里面讲到 死什么 就是你说 什么几场 就是佛陀 刚刚成佛 那个菩利道场 在菩利下 成佛菩利道场 为教化众生的开始 灵鳩 究竟是灵鳩山 因为佛陀常常在灵鳩山 为宗 灵鳩山 那是不是真正明摆佛陀的 那个社教的始宗 那是这个意思 是的 那是 了解说 但是问题是说 这个是简单讲 其实那个始弦是 未以时事前的意思 宗就是 开简以时 开简以时的含义是这样 那远这里面是种 因为这时候 因为谈到这个本集 开集写本之后佛陀 就是说 这个释迦摩尼佛 早就在大宗世世宗某的时候 已经互讲什么 法华经的 跟无量众生结缘的 实际在这 互讲结缘是这样 互讲法华经 跟无量众生结缘的 然后下一生 就是种下大声言论种子的 为教会儿开始这样 他早就在讲法华经 是这样 精灵三位就是 为大家 受以祭彼生 就是受祭成佛 就是开简以时 为宗 就是在灵三会上 受以大家 就是开简以时 成佛法门 就是为宗 是这样 生明是这个意思 要先来讲一下 意思说 要讲它的过去生的意思 然后再加 这是那个 精修法师的含义是这样 要生明是这个意思 那下面就讲好 那接着我们看 再看下一行 飞顿会见 这两个一起念一下 佛言是佛成佛 顿时而说 而法华经是经 四十多年才说 故飞顿 飞见之教 故飞见 就这样好了 就了解了 大家就了解这个含义 什么飞顿会见 就是这样了解含义 就是 他跟法华 过法华 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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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一样 法华 是为大乘 马上直说 至正法门 言遁的法门 所以这点心 一点心 就是你修持着一心 一心三观 即空即假即中 那這個法規是經過佛羅斯 就經過阿安時、凡等時、波羅斯 這樣調索後 是這樣說時間不是頓時而縮是這樣 但是他不是 他在縮的時候是正直捨幻片 但是我無收到 不是劍赤教是這樣 馬上說大宗在法規上馬直說什麼 成佛法門是這樣 就是開花面板顯真實意就是這樣 也是這個意思 那這你們看一下 這把法規上的這個講過 這是涅槃石 因為在法規上開潛引石 讓每一個人知道 都是有每一個人看眾生都有活性的 從這時候大家瞭解到 從地上的螞蟻還是天上的蝴羊都有活性 就這樣 這個就是佛性 為什麼呢 你看內盤石 大家瞭解 都有佛性 眾生都有活性 這個九法 不是只有菩薩種性 出生種性 都有佛性的 九法一眾生都有佛性的意思 在這裡 那這次浪漫 這時候在內盤會上 為什麼要講內盤會呢 內盤經 我們這一共四場一起念一下 內盤 內盤 就是為入一佛 一佛 一佛 一佛聖思想的行責 就是為入 為入這個 為入這個 為入這個佛的知見的行責 廣唐什麼 常出佛性會什麼呢 因為在佛陀在講法華經的時候 他到無量欲出上面的時候 之後說佛陀還沒講法華經 剛好他知道 佛陀知道了 這五千個弟子怎樣 馬上離開這個法華經 退洗了 退洗了 這法華經 在第二瓶這樣 這五千弟子們 四種弟子 比丘、比丘、優陀、優陀 這些就是那個 剛好是什麼 上根 就是根基還沒成熟 為的是根基還沒成熟 你還沒成熟 所以自然 成熟的時候 他沒辦法聽聞這個法華經 所以在法華會上的時候就退洗了 所以這個崇魏陀是為這五千位的弟子們 在開始 在說什麼 在管唐常出佛性 管唐常出佛性 管唐常出佛性就是什麼 管唐眾生都有佛性的 是這樣 所以為他們說什麼 上通別人是假 說全火就是死法 就是管唐常出佛性 這第一個 另外第一個是為了什麼 在法華會上的時候 這五千弟子們 因為沒有聽聞法華經之故 所以從為他們 為他們 在講說什麼 一退洗 就說 在內盤會上 為他們說 上通別人是假 讓這些 了解到眾生都有佛性的意思 都是 都能夠 每一個人能夠震到什麼 能夠撐火的 從地上的螞蟻 天上都是這樣 管唐常出佛性 常出佛性 常出佛性的意思 常出佛性的意思 正如日形的意思 一直在這裡 一切眾生都有佛性的意思 第二個 為了為什麼 末世頓根 末世頓根 這個有時候 末法眾生 所以你才知道 眾生都有佛性 對不對 他說心就好 譬如六祖廢人大師說 何其自信 本日清靜 何其自信 本日祭祖 他這個根度就是指禮廢事 我本來就清靜了 何必修辭 為什麼 何必拜佛念佛 何必修為善法 我本來就清靜了 為什麼要修為善法 就是指禮廢事 根就是指禮廢事 就是他裡面 我看到那個在釋教里 他有提到這段說 末法的眾生怎樣 起斷滅見 就什麼斷滅見 我就是佛啊 為什麼要去修持眾善法呢 就這樣 不必修行 心好就好了 何必去修行 就這樣 何必修行 所以頓根就是指禮廢事 雖然佛羅斯眾生都有佛性 那是指 你可是禮即佛 或是天文化 你慢慢了解到 那個禮 了解那個心佛眾生 是名子即佛 但是呢 你事項上 因爲所生法的事項上 你看是什麼 還是佛無眾生 你的見師佛沒斷 承煞佛也沒斷 無名佛也沒斷 說不能子禮廢事就這樣 是這個意思在這裡 所以魏莫斯更多人 寵武三潛這樣 寵武 這佛叫四色 在四色 葬通別 就是講什麼 也是講 葬通別 葬通別 師教 後面最說是 因為他講 葬通別 是讓人了解到 還是一切法 因為他也知道 一切法都是佛法 一切法都是什麼 陳佛羅之間 這佛祖 佛祖位在內阪位上 因為他們講 葬通別 就是這樣 這個計畫叫 福利彈場 福利彈場 是綠 就是綠血 戒法 就是說 這個也要以戒為師 不能說 心好就好了 不持戒 不念佛 不可以 戒法 持戒 念佛 都是成佛的子良 都是謝偶德 能夠開啟信德 不能說子禮廢事 還要是 你就是 要解刑病重 就是你要 就是你不能 子禮廢事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從武 藉由這個三權 就是藉由這個福利彈 藉由這個利 他講這個福利其實霸能很多 也修什麼 五戒十善都要修 不能說只有藉 他是講五戒 都要修 不能子禮廢事 這個也在裡 從武三權這個意思 福利彈場這樣 因為他 本的時候要修持 因為你畢竟還是防護眾生 他有見識佛 就是這樣 但是佛羅斯 雖然眾生都有佛心 但是還是 要一體其用 趁其修 這個意思 所以 這個最什麼意思呢 就回溯過去 過去的什麼 藏通別 再講一下 在演教 都講 藏通別施教 是這樣 講說施教 這個藏通別差別性 然後 所以說是 這釋教是有差別性的 確實 但是 終於是 廢通一次 把這個釋教 廢通一下 讓這些行者 第一個 讓這些五千位弟子們 還沒錄到 了解這種 這釋教是 嚴隆無礙的 藏法 這個全巧畫面都是 死法 嚴隆 明究世界廢通 全法都是死法 然後讓這個末世 那個子裡廢世 那種斷面見的行者 我心就好 我心好就好了 何必修此佛法 慢慢 就有這個釋教的理 慢慢了解到 這個釋像上 就有差別性了 釋像上有差別性 因為你 你還是要怎樣 一步一步的修 從明治基佛 觀任吉 相似吉 慢慢 你都有刺利性的 確實 雖然是你 所以廢教是有 六級 廢教是確實 一修一修一修 但是畢竟有差別 還是你是明治吉嗎 還是什麼 觀任吉嗎 還是相似吉 都有刺利性 你都是斷貨 正正有差別性 是這樣 雖然是煙教 是這樣 所以說罪名是施教 是這樣 為什麼這樣 請大家 我讓大家看到 那就知道了 在那裡 在那個二十葉 二十葉大家看一下 二十葉 二十葉 倒數第二行 二十葉倒數第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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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叫像有沒有看到 尖叫像 二十葉倒數第二行 這行一起唸一下 唸這一行就好了 尖叫像 舉在藏通北山 通則言教亦有建議 如觀恨相似分正究竟等 就是這個意思 有六極有含義 還有六極有含義 還有刺利的差別 例如觀恨幾佛 相似幾佛 就是這個意思 雖然是嚴肚法門 畢竟你還是 事項上還表現的是 你是明知幾佛嗎 還是觀恨幾佛嗎 還是相信幾佛嗎 就是那個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在這裡 請大家回到這個 講表第十九位這邊 就意思在這裡 這個就是你 為什麼莫斯頓跟 用這個 事教說明 上通別人的事教差別 然後會通 所以你用會通 事教是沒有差別性的 全法就是實法 是這樣 那這裡面就講到這邊 就了解到 那這裡面就 目的呢 就是為這兩位 這兩類的眾生而說得 是這樣嗎 這兩類眾生 第一個是為那個 五千位弟子 第二 為末法時代的 那種子裡廢事的行者 而說得 就叫內凡人 是這樣 莫斯頓這樣 了解一下 然後接著話語 是不是 非盡非盡非盡 為什麼呢 因為佛陀 其實內凡會上 他也知道什麼 這些眾生都有佛心的 而且非盡 他不是 他什麼 就是 都是 他不是非盡 不是盡 就是馬上說這個 說釋教 而且追悯釋教 就是一切法都是佛法 就這樣 一切法 這個 葬通別 都是 就是死法 非盡 但是他不頓 不是頓死的說 非盡 他不是吃力的說 和佛陀 他不是 先講阿涵 就是 直說 內盤 直說 沿路法門是這樣 不是賤治教而已 請大家看一下 再看到 第四頁這邊 護表 上次護表 追收釋教 追悯釋教 這兩行一起念一下 追收釋教 請已說過 信佑從說 從未未如實則 廣唐常住佛訓 追悯釋教 華為上 以廢山歸一 信佑廢通 明廢通之意 大概這個意思就在這裡 接著我們看一下 下面這四行一起念一下 方等和涅槃 兩遍不一樣一起念一下 1 方等釋教 中之言教 初禍皆知 常住佛訓 以涅槃一樣 別教 則不知 而後方之 藏通二教 則初禍 既不知 至於涅槃的釋教 則初禍 既之常住佛訓 其不同也 2 方等釋 對三藏 半治法門說 通北言 滿治法門 涅槃 來用 藏通北三教 之全法 諸顯 一時之離 此二不同也 大家看一下就好 這個就不用解釋了 這個了解 因為它裡面是要了解它的差別形而已 這個就 就這樣 接著我們就把這個 五時六教 這五時講過了 接著我們看 第九頁倒數第一行 先寫閉密不定 閉密一教 它一式啦 閉密不定 我們從第九頁 就倒數一行 唸這一行 唸這一行就好了 而秘密不定 二種化語片語前之事實 這個除了鈍見 還有秘密不定 這秘密是 沒有了解到 秘密是 他們秘密是 同聽 佛陀 但是秘密有一點 就是沒有很公開的 那為什麼這樣 因為眾生的根基不一樣 這個秘密 你要了解到 佛陀是說我是公開的 但是沒有 佛陀無意 秘密跟你講 但是你的眾生根基就是這樣 為他講 為在這個會上 他可能為這個人講什麼 頓法 為這個人講見法 就這樣 見法就是 頓法就是 頓法就是類似 引頓法門 就是法引經 法引使 或是 法華 神的 法華 法華使 那個法門 那就是說你要 就是秘密是 以眾生來講 因為眾生根基不一樣 是這樣 彼此互相知 他得到利益 不相知 那不定是 就是佛以淹收 佛以淹收 佛以淹收 眾生 水里格仁結 那個含義就是這樣 那不定是這樣 我稍微看一下 這個 在大聖法裡面 央傑摩羅 央傑摩羅 這位 這是摩羅漢 他曾歐亂以前 這個大聖經典三 他殺了將近一千人 九百九十九個人 剛好被佛 他殺他母親的時候 就佛式姓了 因為他知道他 得到利益成熟了 就佛式姓了 他殺了九百九十個人 但是這大聖法是這麼講 但在阿含經 講什麼 他只殺了一千個人的手指而已 殺了手指而已 他殺了一個人手指 那大聖經典是說 他殺了一千個人 然後把那個手指 做個結蔓在他頭上 所以 然後為什麼又不一樣 因為是不定 因為眾生的根基 所以他講的是 一個是殺頭 殺人的 一個是 阿含經常 砍手指而已 不一樣 就是說有時候你要 就是說這個不定 就是因為佛陀是在 根基的不一樣 有時候也是這樣 也是這個意思 但是不定是彼此相知 是這樣 那像很簡單的一些 比如說 像這個在佛羅講 人眼鏡的時候 就是那個 這個摩登千里 正的什麼 小聖狗位 四聖狗位 那佛陀在講阿含經的時候 八萬天人正的什麼 花菩提心 講阿含經八聖八萬天人 花菩提心 小聖狗位怎麼有花菩提心 小聖狗位是以 無常苦空無我 那怎麼 八萬天人在花菩提心 就是佛陀 他教法是因為 他是應激說法 不是說 小聖阿大教師都是 花小聖 不是 有時候佛陀因為 是中聖根基的樣 就為他講什麼 雖然是講是見教法 都是講嚴讀法門 是這樣 不一定也是這堪義 騙你前面的那個 華眼阿含翻等波 但是呢 法華史會什麼 你看看第四頁 看第四頁 法華是什麼 這三項一起練 唯法華是顯露 故非必密 是決定 故非不定 那剛才我們講過 佛陀在法華經講過 開翻面門 是真實相 就是這樣 是顯露的 他認為什麼 一切法都是佛法 就像那個你看 一切法都是佛法 就是 成佛的法門 是顯露的 沒有說 沒有秘密 剛才講 正是神幻變 但說無稱道 沒有什麼幻變 都是一切 神幻變 意思說 任何幻變的法門 都是成佛的法門 是這樣意思 任何法門就是 沒有什麼神幻變 其實講的時候都成佛法門 故非不是秘密的 是這樣 那決定什麼 決定說大聖 故非不定 那佛羅 佛羅在這個法會上的時候 他講的是 就像我們講 他不是講說 沒有講講什麼 阿涵方等佛羅沒有講 只是說那個成佛羅法門 是這樣 故非不定 是這樣 你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那個 在哪裡 哪裡 在今天 不 這是那個上次戶錶 最後一頁 好像最後一頁 對對對 對對 第六頁 看一下 那這裡面呢 我們一起唸就好了 就第一頁 一起唸 法會上 法會上 眾生都能成佛 所謂是顯露 沒有秘密 眾生竭令成佛 沒有不定教 大概這個意思就好了 所以顯露 他就是佛陀 任何法門都是什麼 成佛的法門 就顯露這樣 而且非不來 眾生都有活性 因為他怎麼堅持成佛 沒有不定教 為什麼呢 你看佛陀的舉例 他在翻面品 怎麼講 若人善濫心 入於桃廟中 一稱南謀佛 借以成佛道 也是那個意思 就是你要這樣 你修得 你善濫心 你拜佛 那一句歐彌 那一句歐彌 就是能夠 一路我跟永為道 就是能夠成佛的資料 是這樣 今天成佛沒有不定的教法 比如說 你現在就是阿涵的 你現在是漸漸的 以後翻的 都是成佛的資料 成佛的資料 這邊不定教是 然後佛金 這兩行一起練一下 開方便門 是真神像 未成收 收拾未知故 今正是其實 結定收大聖 就是這個意思 那下面那一行 我現在一起練一下 我再一句一句 正直舍萬便 但收無上道 這裡面呢 使萬便 就是說 其實它不是使萬便 其實 任何法門都是萬便法門 這萬便法都是什麼 成佛的資料 這樣 就像那個 我們說 大士之菩薩 念文當上 若重心 一佛念佛 信也當來必須求 去何不遠 不假翻便 不假翻便 字不假翻便 不要翻便 意思說 任何都是 這是第一翻便 任何都是 翻便法門 不假翻便的意思 就是十萬便 任何都是 不論你修的是 阿罕的那個 無暢苦功功我 乃至五戒十善 都是什麼 都是成佛的法門 雖然是翻便 其實都是成佛的法門 就這樣 也是這個意思在這裡 好 那這裡我們講過了 這裡我們考慮到這個講表 這裡我們就看 這次要講到 通五十悲五十的 列典 這典就是 點名一下 說明一下 大列說明了 通五十悲五十 這裡面 這兩行 也是 了解一下 很重要 這兩 這一共三行一起唸 能辭五十 有北有通 顧虛 以別定通 色通入北 歡使教官 行虛不爛 這裡面 這五十 雖然講了 我們現在講的是 一種次第性的 北五十 但是 北就是什麼 就是有差北 有前負次第的差北 就是生起來有 就是佛羅 所以說法有 它的教有 升起了次第的差北 從法眼到法 法 法內盤這樣 就是前負的差北 那通呢 通什麼 通就是隆通的意思 隆通 前負隆通 意思說它是 隨以施設的法 隨以施教的意思 隨以施教 再看一下 就是第六項 再看一下 通北五十 你們有沒有看到 再唸一遍好了 通五十那邊 倒數第二行 通五十有沒有看到 這兩行一起唸一下 引路來 眾生隨時應急而施教 不限連夜 不依次第 所謂不一定 法音時 就一概直談 大聖嚴肚之禮 或在暗時 就一概專搜小聖 見教法門 就通五十就要了解它 就佛陀是隨時隨地的 隨時隨地的 通五十是什麼 是考慮眾生根基的利頓而說法的 是這樣的 通五十是這樣的 考慮 你不能說 你比如說它在花燕石 你叫花燕石 那它是一種二聖的行者 你就會問它什麼 說小聖法 佛羅有這個法 因為佛羅一一演說法 眾生隨地各地也是這樣 因為它是二聖 你就用小聖法 那你在阿涵經的時候 講阿涵經 它是大聖的行者 你要想 為它說什麼 嚴肚法門 一定這樣的 所以你說這個 所謂佛陀是 它是說法的 它善巧方便是這樣 是這樣 不是用一定是法音 再一直到阿涵方便等 不是有刺 那是北五十來講 那這裡你們看一下 故需什麼 以別定通神言士 以這個北五十來定什麼 判定 那個通五十是 判定通五十這樣講 以這個北五十來判定通五十 這個通五十就是說 雖然講的是看起來 北五十讓他了解到 判定通五十就是說 雖然佛陀在佛安寺的時候 他講的是 二聖聖的講的是 小聖法 那是一種通達 讓人家說明 佛陀說法的善巧妙用 是這個 北定通的這句話說 讓人家了解到 這個佛陀說法 是用善巧妙用 是這樣 通五十 因為講的是 在阿涵史的時候 講什麼 會大聲心的講 言頓法門 就這樣 北定通是這個意思來的 了解 雖然是北五十 但其實也能夠溶通的 判定是溶通 能通到這個 言頓法門 講華眼金 或者講 這個佛陀說法的善巧妙變 因為說明佛陀說法的善巧妙變 那攝通入北是怎樣 就是你這個攝 把這個通五十 錄於北五十這個意思呢 就是說 應該講通五十的時候 就講通五十 那應該講北五十的時候 就講北五十這樣 攝通入北就是意思在這裡 攝通入北 就是說你要看情形 就是說你這個什麼時候何時相應 就要講來佛金 就是要撤通北是中 在什麼時候 要講這個 佛陀就講什麼金 就撤入通入北 讓你瞭解 要龍通 不能說很絲版的 從北五十 華眼阿恩翻等這樣 這通就是意思說 應該講什麼金 就講什麼金是這樣 要講說 要因才施教 有這個意思 因才施教的談義 因應績而縮 是這樣 就這樣 那方式教官 這個教官就是我們營教 和官恨 才不會 就是爛 就是很清清楚楚的 是這樣 不然就清清楚楚 因為有的人是這樣 比如說佛陀一切往必進空 就是聽起來聽起來 就执著一切往不可得 但是佛陀就死 那為這種人要講什麼 雖然一切往必進空 但是英國是 事好不 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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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力分明的 事好不爽的 這個意思在這 還是要注重俗地理 雖然一切往必進空 有時候佛陀 它是陰影機說 是這樣 接下來我們再把這個 這個通文有一個韓例就好 了解 我們要再把那個五十八教 再總說一下 我們看 十一頁 這個就是把這個五十八教 一個認識一下 這個 把這個就裡面講到 這個 一個認識的 這個要 這個圖表 看一下 因為這個教法的意思是 遁見秘密不定 遁就是 直說 陳佛陀法門 遁就是這樣 那就法隱之 那法隱之 遁什麼 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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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縮北教 因為北教 它是次第法 我們在講 實性 實柱 實行 實背相 實地 實性要修什麼 西空觀 實字位修什麼 提空觀 實性位修假觀 然後實背相修中觀 他類似北教 因為也是有堅收北教的含義是這樣 法院也是這樣 雖然是嚴陸法門 但是也對這個一部分是菩薩境界 但是就是說對這種不像嚴陸法門的 也是講一些次第法門 就是這樣 所以北教是建教 也類似這樣意思 但是還是講主要是嚴陸法門 那這裡建教裡面分了三部分 就是阿罕班等波勒 阿罕班等波勒 只說葬教禮 只說小聖的聖面師弟 無常苦空無我的禮 是這樣 那中就翻等 這時候他目的講廢等 因為我想要講翻等時 讓二聖的聖人 反正不要得少為主 不要認為這小聖法 你真的那個涅槃就是你誤解到 我空的涅槃不是真實的佛境界 那是一種拼真理盤 目的讓 而且這時候在做佛羅在講那 那些 你看你看 維摩解祭師 就到香雞軟的中香果的世界 起了一團 任何人吃到這番的話 是這樣 你如果出國變成二國 出地就變成二弟 要學學 就意思說 大家學那樣 菩薩那個心量那麼大 對不對 你這個二聖的聖人 只顧著沒有大悲心 這個也是這個含義 就這樣 這講到 因為維摩解祭師那邊都是來 讓那個二聖的聖人能夠 慈小慕大 慈小慕大 就讓他能夠有迴響向他的心是這樣 慢慢挑索是這樣 接著在賢後的時候講那 波羅斯 這個波羅斯 帶著那個 帶什麼 帶通教 北教的禮 正說嚴教之死 剛才講通教 通教 雖然一切法 你不要瞭解 一切是嚴生無性 當底其空 就是射其之空 你不要再直走 因為小教 不是小教 這個二聖的 叫藏教是怎樣 魅射其空 受魅其空 其實 射其之空 受其之空 想其之空 行世其空 射其空 當底其空 不要 因為二聖的聖人 在藏教的時候 他是 藏有這個西空官 諸我一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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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能夠誤解到空性 這時候在通教是怎樣 當底其空 不要 他不要一念妹 當下 射其之空 受其之空 想其之空 那意思 所以對於這個通教 北教 慢慢的 戴這個通白的理 正說 淩教的一佛聖的思想 一切 真空妙的境界 是這樣 戴通的是這樣 慢慢的調索 在地cel上 向海辆證 那以自靠 阿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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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 阿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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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受釋教 罪名釋教 他有 為什麼不是蠢 他釋教並談之故 他講藏通北 這三教砸了 他雖然是講藏通北 但法經也是講 法外上只有講淫教 為什麼講淫教 眾生都有活性 都是成佛的法門 意思說 九法界眾生都能成佛的 九法界眾都能成佛 法外上就是這個意思 上根 眾根 下根 眾都能成佛的意思 上根 普貝亞 就像念佛法門一樣 顏頓法門就是這個意思 是純言獨妙的意思 純言完全是顏頓的法門 獨妙是這樣 就是九法界眾都能成佛 從地上螞蟻 還是天上螞蟻 這個意思 純言獨妙就是這個意思 那飛頓飛劍 剛才講過 賢禄 他是賢禄的 也是決定性的 就這樣 那我們就不要再解釋了 那這裡面 就大概把這個 這個簡簡單的含義 就大概一個圖表裡面 大概了解它的含義就是這樣 從這個簡單的幾個字 這個 懷很尖 阿很淡 波肉帶就是那意思 好 接著我們看 第十二頁 這時候我們要把論通五三 別五十 這個要了解一下 聽一下 我們看十二頁這邊 論五十的通北 就我們知道 你要了解到 這個智大師 大智慧 你看 能把這個佛陀說法四十九年 獎金三百二位 把它編成五十 就讓我們要容易 從他精緊的說出來 這五十這樣比較容易灌 我們比較容易了解佛陀說法的真正的含義是這樣 而且更能夠了解佛陀說法的散角是這樣 尤其是通五十 你看 標科 我就不用唸了 這個通北五十最新就是 我應該要了解通五十和北五十的主張 就是要先了解一下 那種 誰說要了解通五十和北五十 我們看 政論證明說通五十和北五十 第一個是隱文一定通北 這個隱文一定通北 把通五十和北五十判定一下 判定通五十被人 然後再論五十的通北 第一個隱文藉由經文來說明通五十和北五十 我們看第一行 十二年第二行 法華旋律雲 這樣一起唸 法華旋律雲 忽五味霸滿 論北 北有其限 論通通與初厚 這個裡面是講 法旋律就是天台三大部 法旋律它是在解釋什麼 妙法蓮華經這五個字 用五重旋律去解釋的 那裡面是很深入的五重旋律 解釋這個妙法蓮華經這五個字 那這裡人家講 忽就發語詞 發語詞 五味這五味是怎樣 用這個辟語說 用這個五味就是 魯諾 生疏 所疏 體語 來說明什麼 這五十就這樣 等一下我會解釋 看一下 半滿 就是全法 滿是死法的意思 全是 這半就是全法 就是藏通 北就是全法 滿就死法 嚴教死法 論北 論北就是論北伍史 這個論北伍史 論語在談論這個北伍史 北伍史是有其限 有差別性 有限制性的 差別 其限 有差別 有限制性的 就是那樣 北伍史叫華言 阿涵 翻忍波羅這樣 論通是通於什麼 我們通字版 剛才說 隆通 隆 隆後意思 是通於前面 通於後面 就是通於初 通於前面 這個雖然講的是Follow 再講阿暗史 其實也講什麼 講佛羅寅 通誰講到 通到講佛羅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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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講到 佛羅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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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羅寅是怎樣 這個意思叫通前 佛羅寅 佛羅寅是怎樣 在科法裡面正論五十通北 它先講通五十 但是在講通五十以前 也是用文說明一下通五十的含義 它先講通五十 引文在聲明 聲明就是敘述說明通五十的含義 第一個是張安尊哲破除古人就是南北朝 劉宋時代的法師們 他一些錯誤的見解 破古是這樣 張安破古就是張安尊哲破除這些法師的古代法 就是劉宋時代 劉宋時代 劉宋時代的法師他們錯誤的見解是這樣 第一個破三聖 聲文元節菩薩 叫三聖 因為古代法師 南北朝那些法師都想把佛陀四十九年說 把編成五十幫他教 也是要五十 判五十 他判定在南北朝的時候 劉宋時代 劉宇宇宋時代 劉宇宇宋時代 他判什麼時 仁天教是第一時 仁天教 先講仁天教 先講五七十三 他是這樣 然後接著他講什麼 聲文元節菩薩 第二時 第三時是波勒時 第四時是法華時 第五時就是涅槃時 也好像類似智子大師的五十八教 五十一樣 只是說他把仁天教 判在第一時 把聲文元節菩薩 這個教法判在第二時這樣 出過 就說出他的過世 說出過 檢查他什麼過世 就說出他的 他些 這樣一起 第三項第一項一起練 張安尊者語音 仁言第二時 十二年中說三聖別教 這仁就是南北朝那些劉宋的法師 他仁言第二時 就是佛陀在十二年中講什麼 三聖這種差別的教法 是講聲文法元節 就是說四聖十二弟六頓法門 聖文元節菩薩就是這樣 說四聖法 那個四弟是 聖別四弟為這個聖文講 十二年為這個元節的行者講 所以另外 因為這個菩薩的行者 菩薩的根性講 六頓法門是這樣 在十二年講 十二 差別的教法 但是這之後 張安尊者就破製他 我們知道張安尊者就像歐蘭尊者一樣 今天我們知道佛陀 釋迦摩利佛 說法四九零 都是誰講出來的 歐蘭尊者 那今天呢 張安尊者就像歐蘭尊者一樣 今天智者大師 他講了很多話 但是都是張安尊者 記憶力非常好 把他所說的記錄下來 都是張安尊者記錄下來 張安尊者就像歐蘭尊者一樣是這樣 其他尊者就這樣 那張安是 張安冠領尊者 冠領尊者是這樣 這個尊者是了不起 那破字呢 這兩個一起唸 破字兩個一起唸 諾爾過十二年有依 文四帝十二英言六度 其可不說 諾說 則三聖不止在十二年中 諾不說 這一段在佛遺文則 佛其可不化也 定無此理 這裡面就是在 佛 就是他們 就是偶爾大師會講這些 會破斥一些 因為古代的法師他可能沒有真實的廣學多文 他只看到沒有廣學多文 所以他認為佛陀十二年在講 講什麼 三生的教法而已 如果假如是這樣的話 超過十二年後 有些人 因為有些行者他 如果應該聽聞 師弟法門的苦極面道師弟 或十二英年的文明行事到聖老神的十二年 六度 七個不說 七個佛陀你可以自自不離嗎 十二年後留在你佛陀 因為我們知道佛陀的初始本來是 以說法度過終身 那本回就度過終身 讓終身誤入佛陀之間 那怎麼可不說呢 若說 什麼意思呢 若說的話 則三生不只在十二年中 意思是說 你過十二年後 有三聖根基的法 有三聖根基的法 為他們說 你過十二年才為他們 為這些三聖的行者 為他們說這個三聖法 這三聖不只在十二年中而已 不只有在三聖根基的法 因為佛陀已經超過十二年 意思是說佛過過 超過十二年也說了 對這行者說三聖的法 三聖的教法 但是若不說 這一段在侯義文者佛起過 這過十二年後 過十二年後 這些應該聽聞這個三聖教的行者 應該義文者說 因為他十二年後 可能可以過一段 可能再十二年後 會怎麼樣這樣呢 這是經過十二年後才親近佛陀的 他剛開始沒有寫佛 可能慢慢經過 可能是十二年後才親近佛陀 一段說 一段說十二年後 再十二年後 經過十二年後才親近佛陀 應該聽說三聖法的話 那佛其可不化言 難道可以放棄他們 可以不教法他們嗎 就是這樣 絕對沒有這個道理是這樣 意思說佛陀教法是應機說法 他不是說 十二年一定講什麼 這些四弟十二年六度的法 絕對沒有這個理也是這樣 那結論破除 他們的這十二年的 十二年說 這十二年說三聖法 三聖別教法 差別法 這時候這兩個人一起唸 幾年為聖文說四弟 乃至說六度 不只十二年 近一代一動中 所以文則即說而 如是阿涵五步律 是為聖文說乃氣善妹 即是其是何德言小勝 西十二年終也 對聖文的行者 對聖文的行者受四弟 苦情避道四弟 聖別四弟 乃至受六度 不只是十二年而已 因為佛陀受了四九年 一代就受了四年 隨眾生的基 這是誰 隨眾生應該聽什麼法 佛就說基 馬上說什麼法給他聽 所以一你聽喜歡 那個適合 就根基適合聽大聖法 佛就為他說大聖法 你適合聽小聖法 佛馬上說小聖法是這樣 比如說 在講的先講 也講那個 四阿涵就是 雜阿涵 中阿涵 真阿涵 長阿涵 這些 然後小聖法 就是小聖法的那個 就是藏教法的 這些小聖的五步律 是為聖文說 為聖文的行者說的 那氣什麼 聖妹什麼 聖就指佛陀 還是這個佛陀滅度後呢 就氣佛陀滅度的時候 也是 就為他們講 是 就是佛陀 從 就是說 這個聖 為他開始 就是說 到達佛陀內盤 就是 到佛陀內盤的時候 還講聖法 因為這個有的人 他可能喜歡聽什麼 小聖法 其他不聽的 就佛陀說 從頭開始講 講小聖法 講這個藏教法 講這個四聖 四聖十二十一年法 又多多不講 講四聖法 就是到佛陀裡面也是 就是 怎麼說 小聖法都在十二年中呢 對不對 因為佛陀斗是印記守法 就是這樣 不是說 在這十二年中就講四聖法 沒有 波陀斗是印記守法 意思是說 怎麼說小聖 只要在十二年中而已 沒有這回事 是這樣 這個在這裡破除他們的說法 因為有對 他是有證明的 你看 在現在破除波陀 第三聖法 波陀斗 因為古代的法師 就是劉宋的法師 他們認為 第三聖是講三十年的波陀法門 這兩行一起唸一下 人言第三聖 三十年中說空中波陀 唯謀詩意 依何經文之三十年也 大字都論盈 須普理於法法中 文說舉手低頭 接得奏佛 是以經問退意 若而大平依法法 前後何定也 這個人言就是指南北朝 劉宋時代的法師 因為他沒有 管學都很自顧 沒有深入進入研究法醫 他有研究 但是沒有深入佛法 就是 三十年中 劉宋的法師們 第三聖是講什麼 在三十年中 只講什麼 空中 空中的法 就波羅法門 比如說 波羅的經典 就是金剛經那些 維摩結經 四義經那些 這時候 我一大師就訪問了 下面就是 我一大師就問他 你說 你是依什麼經文 你今天講三十年 要依有所根據 你依什麼經文 知道他是 佛羅講了三十年的 波羅法門 你講出來 你講那裡 講出來 這時候 我一大師就舉例了 我一大師就舉例了 大字論 什麼大字論 這大字論是龍術菩薩做的 一共一百卷 是解釋什麼 莫荷波羅波羅勒經 就波羅經典的 注釋 就是靠 你看那個莫荷波羅經的解釋 要研究一下 大字論是這樣 一共一百步 一百卷 對不起一百卷 一百卷的大字論 專門解釋這個 就是大莫荷 就是大波羅經 他裡面講 他講 是指這個尊者 這個尊者 以法位上 這大字論 你說 聞收 舉手低頭 接著做我 是以經文 他在法位上 佛陀在法位上的時候 佛陀就是說 他在波羅經典講到說 這個尊者 是在法位上的時候 聽到佛說 你舉手低頭 就會成佛 意思是怎樣 因為法位上的時候 剛才不是講 若仁三任心 一成佛道 若仁三任心 入於台灣的中 一成佛道 意思是說 你在佛的境界裡面 你在試驗裡面 你這樣做小小的功德 還是細笑 舉個 第一個頭 第一個頭 舉手 又是問訊一下 舉手低頭 又是類似舉手低頭 問訊一下 終究會成佛的 那這裡 這段話是怎樣的意思呢 告訴我們說 佛陀 這個意思說 波羅法院是在 法法會上之後 知道嗎 就是說 因為 西佛在法會上講這些 在波羅經 波羅經 表示說 波羅經是先講的 然後再講什麼 波羅經典的意思在這裡 我記得是在這樣 說 金文問退什麼意思 他說 那成就大聖更性的 善各的行者 會退失他的菩提心嗎 會退轉嗎 這個不是我們重點 這個 因為他這段事實在走 這時候 西佛里在法會上 就想說 你聽聞這個 你只要能夠 在 這個 試驗裡面 只要那個 舉個 那個問訊 第一個頭 就問第二 就是 恭敬 問訊 第二 還是做種種的小好功德 都能稱佛 意思說 意思說 這個法法會上 法法經是比什麼 比這個波羅經典更早說 他會講這種狀況 對不對 因為你沒有早說的話 怎麼在 尊者怎麼會在 波羅會上 講出他在法會上的事情 是這個意思 是這樣 所以了解到 說前世宗 波羅經典的說法是在 法法會上說的 法會 講完法法經後 他講什麼 波羅經典 在這裡 一段話就是這個意思 假如這樣 如果是這樣 那如果說 大餅什麼意思 就 那假如是這樣的話 看這個大餅 你法法是 前後何地 他前世 是 是 某後波羅經在前面嗎 還是 法華經在後面 或是說 法華經在前面 波羅經典 就是前後 你沒辦法 哪一個定義在前面 後面都不曉得 現在 偶爾大師舉這個例子說 大臣就這個例子 很明顯的 明顯說 法華經是在 早就 比那個什麼 最早講 講完後他講什麼 波羅經典 這也是 這意思在怎麼樣 通無實 所以佛陀是通 不是說 這個像我們剛才講說 從那個 北五十字 華元 阿涵 翻等 波羅 在法華 就是法華上最後的 其實法華可能在前面也有 不一定 因為有根基的行者 有了行者 他現在聽法華就講法華經給他 所以耶穌這段話就是讓我們了解到 不是一定說 在這時候講波羅經典 沒有限制的 是 是這個在這裡 是一直在這裡 好 因為時間關係 那我們暫時 就學習到這邊 大家這裡面就是 講通無實的重要性 好 那我們就一起揮向了 願以此功德 傳言佛淨圖 上報示眾恩 下記山土谷 若有見聞者 西瓜普離心 盡此一報生 同生極樂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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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